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上午的这个佛头的第一堂课 师圣第二 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讲五卓二世 很多人在经典里面看到一句五卓二世 或是听到一句五卓二世 五卓二世 这个大概连没有听经文法的人 他都听过这句话 甚至连没有不是佛教弟子也听过这句话的很多 都认为这个世间 这个外在的世间 就是五卓二世 就是所谓的苦海 一般的认为都是这样 甚至于在弘法也都是这样讲的人 很多 很多 所以就会 告诉一些 听他 在讲经说法的人 就要告诉他们 要远离这个 娑婆世界 到他方世界去 或者是远离这个世间 那他们认为这样才叫做出世间 所以到他方世界才叫做出世间 这个是绝对错误的一个理解 因为他们对这个世间跟出世间的这种关系 他的解释了解 已经是不正确了 至于什么叫做世间 什么叫做出世间 真正的世间 真正的世间就是自我 他所抓出来的 一个世间 所以这个世间 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的 一样的世间 这是不同的一个世间 他所构置出来的一个梦幻世界 他们叫做世间 他把他当个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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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请大家看一下 在 在 这个 《杂安经》里面 二三宁经的经文里面 才看的 是真 所谓世间者 云和名世间 离品 忌世 惊世 忌延生兽 忌 vig アイ 艶 翅 忌延生 缘为世间 所以则和六日赐 其则赐吉 如是乃至臣大苦继 若无彼言 无色 无眼赐 无眼赐 因人生受 略结 若苦 若热 不苦不乐 无耳也 无耳彼舌生意 亦华 亦是 亦是 亦是因人生受 略结 若苦 若热 若不苦 不乐者 则无世间 亦不失世间 所以则和六日赐 妹则赐妹 而是 乃至臣大苦继 妹故 这已经算是比较长了 真的了 前面讲的是 六日赐的时候也 也 我们也讲过了 如果没有正确的了解 什么叫做世间 就没有办法正确的走向初世间 所以很多人对世间的理解 认定都是错误的 都以为这个收复世界就是苦海 大家知道收复世界就是讲我们这个世间 外在的这个世间 就认为这个收复世界就是苦海 因此我们就要愿离这个世界 那是错误的理解 为什么会有错误的理解 就是因为没有真修实证 因为他们都不看原始经典 所以就按照他们自己的认知来传法 传导 那往往就是看一顶人喔 落那个枯了喔 他又不知道啊 所以就认为我们要愿离这个世间啊 要愿离这里到他方世界去啦 因为我们这边很苦啦 在这里这个世界就是很苦啦 所以要到他方世界去 那你没有生病也不用烦恼 吃青啦 都不用烦恼啦 因为六天可以吃八卦 穿漂亮漂亮来听见问法就好了 各位所听到的是不是大概都是这样讲 这一经喔 就具体的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吃世间 六日次内 是吃世间 什么叫做世间 人是透过六日次看世界的人 所接触的都是六日次所感知出来的世界 因此 因此世间说 六日次因年是世间 经典里面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要记得真正的世间啊 就是记得真正的世间啊 是什么 具体的讲 世间枯海的主角是谁 就是自我存在 我是我能 我慢的存在人 他所抓出來的這個夢幻事件 這個才是世貞所講的 事件 也就是所謂的無邊的苦海 所以苦海不是每一個人都一樣 有的人的苦海 是真的無邊 因為他沒有天經文法過 就算天經文法 他沒有正法的這個法讓他聽到 他要離開這個苦海 你就算你拼命來照外太空氣來 一樣還是在苦海裡面 頭出頭目 頂內苦海頂內苦海 變成六道的流浪耳一直在那邊 輪迴不止 所以如果沒有清楚的去分辨出來 會認為外面這個事件 這個世界是一個苦海 那結果就拼命想要逃 甚至於發明一些所謂的太空船想要到其他的這個星球去 有沒有現在科技上有這樣的這個研究 想要說我今天想要到什麼火仙去探究火仙 看看那邊能不能治人 怎麼樣 所以你就會去想說我今天逃離這個 逃離這個世界 然後到灘瘋世界去 就一切OK啦 一切解決啦 就沒有苦啦 就沒有那些所謂的五軸二世的問題存在啦 記得啦 那個是因為自我所抓出來的 你所不喜歡的這個世界啦 然後要逃到另外一個所構築出來的一個夢幻世界啦 那個都是夢幻世界啦 都是用自我去追逐去構築出來的 你會沒完沒了啦 你就算你能夠有那個科技 你送到你在外太空去的好了 你還是苦不了啊 苦不了 以前有一個台語歌那個演講 因為要哭不了 所以後來他的兒子好像 他命名好像是改 我記得好像是說 像是哭了 所以真的那個影星中一生 很苦啊 苦不了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不了解 什麼叫做真正的苦海事件 什麼叫做真正的五軸二世 那就會沒完沒了喔 因為很少人啊 能夠真的分辨的出來 只會真的對佛法有相當的深度的去了解 那對佛法深入了解還要對喔 還要了解對喔 因為現在太多的一些 善知識 他也根據佛法在講 但是他根據的經典 就不是原始的聖典 所以還是很多沒有辦法去解開那個謎 所以而且還要真的加上俗修俗正 才有辦法去分辨得出來啦 因為這是已經是很深的意涵啦 這一經裡面喔 而且又是一個很重要一個熟住路口 一個岔路 你要去選擇的時候 那如果這一方面你不容易去分辨出來 那就很難有偷離所謂五軸二世的這個機會 所以呢真正的出世間就是把我慢 我是我能 這裡面我們一直強調一直來講我慢 我是我能這個都是牽涉到裡面 有很多過去的那種主軸 不管你主軸什麼 好的壞的 主軸你那個個性 主軸你那個想法 主軸你那個觀念 都是在我慢我是我能裡面 那個住我裡面 要好好的去徹底去看到他 讓那個住我的本真去呈現出來 要去瞭解到所有的苦涵 都是這個住我在作祟啦 我要當這個住我消除斷除了 我慢斷盡了 所以你才能夠真正的祁樂 滅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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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滅 str 所以要踏踏实实的走在八正道上面 老老实实的去休闲 我们后面慢慢会去讲到真正的八正道 这里只是给各位知道 你一定最终一定要走到八正道上面去老老实实的去休息 在《杂阿罕经》407里面我讲的 二是是真知比丘心之所念 往御食堂呼咒而咒告知比丘 只有众多比丘给予食堂思维世间而思维 如等比丘甚莫思维世间思维 所以则和世间思维非义劳意 非法劳意 非凡行劳意 非智非觉 其中经典里面所讲的这个意 就是利益 就是利益的意思 这里 这一经在这里 他的意思就是利益的意思 劳意 就是利益的意思 法劳意 就是对正法的修学有帮助 佛经说世界 说众生 说各种世间的这个现象的经文 他的目的也不外乎为了帮助佛弟子去修行而已 是为了解脱而修行的 不是为了追求财富去修行的哦 要搞清楚这一段 你只要修行 有到那个程度 有到那个功德 那个财富会追着你跑来 不用去追 没有修行 你就算用很多的一些办法赚到的钱 问题是 你能不能享受到这个福报 所以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 享受的福越大 造的罪会越大 这个就是世间福 世间福你越大 你造的罪是越大 各位可以看看社会的现象 是不是这样 你就知道了 所以为了修行 你自然应该去思维的是世上帝 尤其是出家修行的 那么是什么叫做世间思维 世间知道 大家 大家 吃饭盐盐都要说八卦 那些都是世间思维 不好好的用功 还在论世间的这个素素非非 这个聊八卦 喝咖啡聊八卦 往往这个是世间 这个就是在世间思维 那有的没有的一大堆 那有的没有的一大堆 都是在说这个 于是世真当时就跟过去跟这些弟子来讲 繁复的言论都是不离世间思维 若要 若尚未建法 为正果的修行人 他所谈论的 仍然是不离世间思维 仍然是不离开世间思维 而世间思维就是谈论有关的名利 是非啦 是非啦 好坏啦 对错没仇啦 谁优谁烈 谁多谁少 谁大谁小 都是在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去比较 去做比较 去做 批判 在这个比较上面 里面呢 往往都会蹭托之我 我所 我是 我能 我的上师 我的法师 我的宗派 我的法门 这种优越感 这个我的这个 什么团体 某某团体 那种优越崇高的那种问题就产生出来 包括我的见解是最正确的 这个都会跑出来啦 世间思维 你谈论再多 都无至于见法 都无至于开智慧 问题是大多数的人 都不知道自己所想的 所谈论的 都是属于世间的思维 更不容易解释到自己所修的是世间法 因为你自己谈论的都世间思维都不知道 那你能如何知道你自己修的是世间法 所以很多的修行其实都是漏在世间法里面一直在绕 那又不知道 不容易察觉的出来 如果大家真正的 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 先好好地地下公路来文师修 知见正确知道什么叫世间法 什么叫初世间法 那么去按照解脱道的处地步骤去修 可以至少啦 可以节省大家至少十年的时间以上的时间 不必要浪费那么多的生命跟时间 所以大家应该可以去慢慢地体会啦 如果自己检验 不是跟自己去比较 不是在净化自己的 是跟人家比较的 去看人家的凑在哪里的 这样都是在二元对立里面在做比较的 如果没有办法跟自己比较 就是我们每天每天看看我们自己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同 有没有超越 这个就是跟自己比较 如果你只是眼光都看别人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什么状况 让你感受到有什么好处的 这个绝对就是对外比较 那个比较就会产生摩擦 产生很多的障碍出来 这里面就会衬托吃的 我的优越 我的高尚 甚至于 休闲人 就会认为我是大休闲人 我是犯行人 我是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都是还在我们的世间法里面 我们再来看四 杂安经四一二 是有众多比丘集于十堂做如是说 我知法律 如等不知我所说成就 我等所说以理合 如等所说不成就 不以理合 因前说者则在后说 因后说者则在前说 而共争论言我论是 如等不知 能达者当达 在真一阿含经里面 我记载 佛陀者赐者两位弟子 竞争谁会 谁会比较 会诵经啊 如等我闻 我说此法共争竞争乎 如此之法何亦犯志 也就是说众生都是 一直在竞争不断 就在争论 我修的境界比较高 还是你修的境界比较高 你的比较low 我的比较高 我的见解比较正确 你的见解比较不正确 那应该在后面说者 把他拿在前面来说 应该前面说的 把他拿在后面来说 就会 一直在里面互相去争论 这不断的在争辩之中 都是在主折别人的种种不对 别人的错 那么事实人哪 一般还没有走入修行的 这个门的人喔 就是 一争不断 真理 错 我对 真明 真理 真的投过血流啊 因为真 有真子到最后脾气一起来就开始打架了嘛 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电视报导 那些争你对我错的问题 争到最后就是开始打架了啦 这社会问题每天都在发生 都产生在这个争论上面的问题 这样就是在滚滚的红尘里面啊 这个名利堆里面一直在打滚的 我会看到哪里有利益啦 就越多的人去那边竞争 在那边抢 那么修行的人啊 是见争不断 就是他的见解争论会不断 这要好好的去体会啊 随时来回来反观反照 看自己是不是落入这样的情况 懂得明相之见啊 或稍微有一点点体正以后 很容易就会落入见争不断的 很容易就会加入破足异己的这个行列 那不断的先说 几高人低 几大人小 几优人类 这个山头排斥那个山头 这个宗派排斥那个宗派 这个宗教排斥那个宗教 就产生出来的 凡夫都是佛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 这个世界是二元相对性存在 但是众生都是佛在这种二元对立相对性存在之中去做 比较去做 比较去做 分别 去做对立 你把它对立出来 真正要到达彼岸的解脱者 他一定是超越一切的二元对立的人 他知道这个世间二元对立相对性存在 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他这个是 如来 他本来就是这样 你没有办法改变他 你只有怎么样去超越他 你不去论高论低论大论小论丑论美 你不去论谁高谁低 就是你要超越那个二元对立的这个现象 你超越他 自然你就能够离开这个争论的见证 见证的这个问题 所谓的日空细论美 其实会分析的人很多 但是却又是常常不断的在现空空 完空空性 又在那里不断的争论争辩不休 导致于正法的衰微 跟很多的邪法者把佛法引导成为邪式化 或者不断的在那里争辩有很大的关系 这样对佛法来讲真的是很冤枉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经 事真手持土食问斯比丘 一意银河 此手中土食多 为多 比大雪山土食为多 事真手中土食甚少 喜马拉雅山土食甚多无量 百千近义算是辟累不可比 其知众生以苦圣地如使之则 以苦及内道是圣地如使之则 如我所忠所持的土食 其知众生以苦圣地如使之则 以苦及内道圣地如使之则 而抵雪山土食其事烈无量 我们观看这个文字的表达的意思就知道了 能够如此去递官苦及内道的 就像 事真拿在手上的石头 这么少 一个手能够拿多少石头 没有几颗 那没有真正没有去递官 事实观这个苦及内道的人 有多少 就像 雪山 也就是喜马拉雅山 那你看全世界最高的山就是喜马拉雅山 那里面的石头有多少 无量无数 你算不清楚 事真最近的意思就是这样 就告诉我们 真正能够去正观 如使观束圣地的 几乎比喜马拉雅山的人 这个石头还多 所以事真就在地上抓一把土 就问大家 我手上这个土有比较多 还是整个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土 会比较多 这个是太大太大的嫌疏了啦 还是 这样的比喻就告诉我们 这根本就没有办法比较的 所以 这些比较高 跟事真讲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因为 喜马拉雅山的这个土树有多少 有没有人去计量过 他说没有吧 所以很明显的 这里 这很重要的一个体育式 体育 不要以为四圣地 就是那么好的了解 那么好了解的 哦 讲起来 我就曾经讲过啦 有人在讲四圣地 半个小时就讲完了啦 不要以为四圣地 就是那么好 好讲啊 那么简单 可以去理解的 哦 而且房间哦 有更多的人哦 认为修四圣地 你了解四圣地 修四圣地 是一个小秤的 是个治了汉 都是完全错误的一个理解跟传导 是真就讲啊 如果真正对苦极灭到四圣地 有如此之的 就如同佛陀所中的那一把土石而已啊 就只有这样的次量而已啊 那你看 当时是真就这样讲了 各方现在 所以我们一定要如实的住四圣地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稀有啦 在第四百零四经之中哦 我们上五个上五个上的课里面有讲到四百零四经 佛陀曾经将是所说的花辟 这些手中的事业 其适量相对整个森林士林来讲 那个事业来说呢 是非常的稀少 不了物苦极内道的 就像喜马拉雅山土族这么多 就像森林里面的事业这么多 所以绝对不能去牵视四圣地 也不要随随便便的轻易就认为说 我知道我已经知道四圣地了 因为佛弟子大概很多人都知道 可以讲出四圣地是什么苦极内道 那问题是苦极内道真正的内道 真正要修 要怎么修 大家都 都只是解释 解释很简单啊 真的 我都不用半个小时就可以把你解释完了 苦极内道就简单 但重点不是在结束 是要真的去了解释真 把它当作非常珍贵稀少的一个宝啊 后学者竟然这么轻视这些宝 那你说 众生怎么样去离古得了呢 几书 几乎 我都出了这个宝贝 好 我这就好 我那么想缴 我